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 由于前面的球车开得太慢 后面的轿车司机一路按着喇叭 刚想超车 前面的球车就一阵颠簸 飞出一只手臂 牢牢地砸在后车的挡风玻璃上 很快 警方赶到了现场 经过初步勘探 断臂是从球车底部弹出来的 有断肢必然就有尸体 几人扶在地上查看 只见车底满是沾着血的尸块和布条 尸体早已没了人形 可问是惨不忍睹 这辆球车来自附近的女子监狱 车底的布条像是床单 应该是球犯把自己绑在车底下 想趁机越狱 然而这些布条的韧度有限 无法支撑它的重量 结果布条被卷进转转 势横遍野 由于球车已经行驶了一段距离 鉴定组只能沿路搜寻掉落的尸块 经过一段时间搜寻 尸块被送到了验尸房 老法医也开始拼凑尸块 此时凯瑟琳也拿到了监狱的报告 死者名叫安东尼 因道用身份被判处两年徒刑 根据时间推算 他下个月就能出狱 所以根本不可能大费周章搞一出越狱 而老法医也完成检测 确定安东尼的确不是越狱 因为尸体动脉中的血液已经凝结 这说明手臂是死后才被撕裂的 也就是说 安东尼被绑在车底前就已经遇害 死因是顿气重击导致的脑损伤 另外 他的手臂上还有一小块红色的纹身 与此同时 尼克来到关押死者的女子监狱 监狱自然是非常阴暗 里面什么人都有 坐在马桶上拉巴巴的也不遮一折 毫不避讳 室友表示 他最后一次见死者是在昨天中午 不过一周前 死者弄到一根项链佩戴 由于佩戴饰品是违规行为 典狱长就给死者替换了囚室 经过检测 囚室里没有血迹 也没有任何违规物品 于是沙拉来到了停放囚车的地方 眼前穿着警服的男子 便是案发时的囚车司机 由于监狱规模小 他也是这座监狱唯一的司机 司机称自己在这里工作了两年 知道这些人都是罪犯 所以从不跟囚犯有私下交往 当然在监狱工作也有钱赚 囚犯们会为了多赚几块钱 而帮忙洗车 所以囚车一般都不会锁 这就意味着 很多囚犯可以随意进出车辆 沙拉和尼克仔细地检测了整个车厢走道 终于发现一些血迹 以及一些男性DNA 而负责清洗囚车的是泡面头小卷 据小卷所说 他最后一次清洗囚车 是在昨天囚车出发前几个小时 当时在上面并没有发现血迹 至于男性DNA 望着凶巴巴的点狱掌 小卷欲言又止 最终只说监狱里的男性便只有狱警 而和女囚发生关系 可是重罪 另一边 法医在死者安东尼的致命伤里 发现一些白色纤维 这种纤维非常常见 常被用来制作内衣 内裤和袜子 但找起来却非常麻烦 总不能将所有女囚犯都检测一遍 至于死者手臂上的纹身倒是有线索 纹身的染色剂是胭脂虫 由于碾碎后呈鲜红色 过去几百年都被拿来当昂贵的染料 常用于化妆品和食品的着色剂 也就是说 平时大家用的昂贵口红就是用虫子做的 每擦一次口红 就等于吃了一口胭脂虫 胭脂虫寄生在仙人掌上 监狱四周有很多仙人掌 或许是死者趁放风时抓的 碾碎后给自己纹了身 纹身呈半月形 似乎是半眉爱心 一般只有情侣才会纹在身上 当作彼此爱情的见证 这说明死者还有个爱人 凯瑟琳检查了死者的购物清单 过去每个月 她固定会买一包卫生棉 但最近却没再购买 老法医从尸体膀胱中抽取了尿液 令人震惊的是 检查结果显示 死者近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凯瑟琳当即要求对监狱所有的预警 进行DNA检测 结果却被典狱长阻拦 凯瑟琳见状只好申请搜查令 经过逐一对比 囚车上的男性DNA正是来自囚车司机 让死者怀孕的也正是司机 事已至此 司机只能坦白 自己曾多次与死者有过接触 是死者谎称自己没有生育能力 才有了后面的事情 凯瑟琳怀疑 司机得知死者怀孕后非常生气 为了保住饭碗 便一怒之下杀了对方 司机闻言非常激动 他声称自己的确和死者有关系 但杀人的事他可没做 与此同时 鉴定小哥化验了捆绑尸体的布条 在上面他发现了一些新鲜的表皮细胞 这些细胞 应该是凶手捆绑死者石流下的 经过检测 细胞里的染色体是双X 也就是说 凶手并非司机 而是一个女性 那么所有女囚犯 包括典狱长在内都有嫌疑 验尸房这边 老法医把女死者的头颅放进锅里烹住 经过一段时间后 一颗完整的头骨被取出来 枕骨上的凹陷 就是死者的致命伤 同时也保留了凶器的形状 经过扫描重建 杀害死者的凶器 正是女囚柜子上的大索 经过检测 小卷求是里的大索就有血迹反应 上面还沾染着纤维 这与死者伤口里的纤维相符 监狱里有规定 每周只能换洗两次衣服 死者昨天遇害 也就是说 凶手来不及清洗带血的衣服 海瑟琳要求小卷脱下了鞋子 果不其然 他一只脚的袜子上就沾染了血迹 所以真正的凶手就是小卷 是他用大索砸死了死者 而他手上的半颗爱心的纹身 与死者手臂上的纹身正好是一对 也就是说 女死者的爱人正是小卷 原来瘦弱的小卷 在监狱里一直是受死者保护 才没有被人欺负 这也让两人在监狱里相爱 小卷本以为死者能与他一起走下去 结果却发现他与司机的事情 并且还怀了孕 他顿时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之后点狱长 还突然帮死者换了求是 加上案发时 小卷正在洗车 没想到亲眼看见死者 与司机在囚车上不堪的一幕 这令他非常气愤 于是他回到囚室 取下柜子上的大锁装进袜子 劝着司机离开后 袭击了死者 并将他的尸体绑在囚车底下 伪造死者越狱致死的假象 然而真相往往是悲剧的 死者从未被判过小卷 他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想请求司机 帮他从监狱外买一条项链 也正是因为佩戴饰品违规 死者才被调到了其他囚室 而那条项链 是死者想在出狱前送给小卷的礼物 可悲的是 小卷从小被父母抛弃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照顾他 爱他 结果却被自己亲手杀害